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摩克10级编定学》 我是陈振旭老师 我们这次的课程要介绍十一之一 斜症的简介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斜症 斜症其实这个名词在物理上面也有介绍 斜症的另外一个名称我们称为共振 在物理上面的解释是这样子 它说以一个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 比其他频率以更大的政府做震动的情况 再句话同学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我们在后面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斜症 帮助同学了解 在这个频率下我们把这样的频率叫做斜症频率 或者是叫做共振频率 我们后面都是统一叫做斜症频率 它的符号叫做FO或者是FR FR是用共振来当作下标 O的部分因为我们后面的电子学 到高二的时候有个电子学的课程 会介绍振荡器的部分 那时候有个震荡频率 那时候的斜症频率刚好等于震荡的频率 所以我们会用FO来代表斜症的频率 我们用一些例子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公振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一般物理课本或者是其他老师在介绍公振的时候 都会拿这个例子来做解释 这个叫做百动的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第一代塔克马海峡大桥 那这个海峡大桥有什么历史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它是从1938年开始建造 那它到1940年的时候 7月1号开始通车 可是这个桥很特别 它说它在大风的日子会摆动 也就是在风很大的时候呢 这个桥会跟着摇晃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汽车嘛 所以它上面是走汽车的 那这个桥很不幸的 在同一年的11月7号就倒塌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它说它在大风的日子会摆动 那请问一下同学 如果风非常大的时候呢 可能就摆动得更大 所以它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 就倒塌了 好 所以造成它倒塌的大风频率 可能是刚好到它的斜震频率 也就是公正频率造成这样的情况 好那基于这个原则呢 后面盖的这个桥呢 就有经过特殊的处理 使这个桥呢一直用到现在 好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公正的例子 好我们以音乐乐器来解释 就是我们有个声学的共振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钢琴或者是吉他 我们在上面弹键盘或者是波弦 好里面都会产生共鸣 发出声音 好这就是属于我们工学的 欸声学的共振 好声学的共振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是 我们电磁波的赤声波 好那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什么叫做赤声波 赤声波就是这个声波呢 是频率震动频率低于20赫兹的情况下 那低于20赫兹呢 其实跟我们人体器官的一些频率是很接近的 好那20赫兹我们耳朵是听不到的 可是这个赤声波呢 长期下来呢 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些影响 好那同样的也有一些共振的例子 比如说电磁波的共振 那各位同学要了解到 其实太阳的太阳光都是一些 都是一种电磁波 好那我们那个地球外面有臭氧层 好那臭氧层的共振频率 刚好跟太阳光的紫外线的 共振频率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太阳光射到 射到地球的时候 经过臭氧层的紫外线 好大部分就会挡在臭氧层那边 好那同理呢 我们电磁波的共振还有我们的收音机 好那收音机的话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类似我们图9 的一个对应的频率响应曲线 那我们后面的课程呢 这样的曲线会常常出现 好那这个曲线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可以看到 X 轴就是F 就是频率 Y 轴就是电压或电流的数值 好 就是说呢 我们收音机呢 对应到某个电台的时候呢 会收到这个电台的最大的电流 或最大的电压 也就是最大的功率 那你远离这个频率的时候呢 这个电台的功率或者是频率就收不到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比较有名的特斯拉塔 各位同学还记得特斯拉吗 特斯拉呢 也曾经尝试过无线电力的传输技术 好 我们现在的电力传输都是用有线的 好那我们特斯拉先生呢 有做一些实验来尝试一下 怎样做到电力的无线传输 好那这是他那时候盖出来的电塔 好那当然后面的结果是失败的 好那我们的麻省理工学院呢 也有做过类似的实验 那左边的部分框框框起来部分 是我们的电力发送端 右边的部分是我们的电力接收端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他利用隔空的技术 达到无线电力的传输 使电灯点亮 可是这个距离实在是非常短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距离是非常短的 所以像这种无线电力传输呢 目前呢 用的范围都是小距离的 用到长距离的 到目前为止 不太可能达到 如果你要达到的话呢 用到的 你要先破坏空气的介质强度 好 这样是很困难的 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次我们 这个章节要讲授的主题 斜震电路 那在电路上面 当然也有一些斜震的情况 好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图12的部分 我们的负载是一个L跟C的串联 那我们加上一个电压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橘色框框闪烁的部分 他写一个F 然后一个箭头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个频率是可以调整的 好也就是我们这个频率啊 从0Hz 1Hz 2Hz 3Hz 一直往上调 好调到某个频率下 一定可以使 右边的LC 电感跟电容呢 跟这个电源呢 达成共振 好可以得到电源 供应过来的最大的功率 好那假设我们的F5呢 已经调整到它的斜震频率 或者是公振频率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图 Omega T 好我们会随着 Omega T 就是角速度跟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电感的QL 跟电容的QC 其实它是一个相差180度的关系 好 那如果你达到斜震频率的时候呢 我们的L跟C的能量呢 会一模一样 那这个时候呢 L跟C呢 一个会在吸收能量 一个会在释放能量 这样彼此互相的吸收跟释放 达到一个共振的效果 好 那理论上呢 我们把电源把它移除掉呢 好 这两个元件呢 也可以互相供应能量 跟吸收能量 好 那这个当然也是理论上 实际上 还是有差别的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共振频率下呢 我们的QL一定会等于QC 好 这个观念很重要 各位同学一定要记起来 好 那这是我们的参考书目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